短片彩绘连环画 技工巧手以肿瘤 王洪丽作 这一日 银庄前老板正在茶楼闲逛 忽然发现卖菜的李老汉和他的女儿在人群中走动 只见那姑娘生得眉清目秀 姿色动人 于是起了歹意 前老板急忙窜到包媒婆的座位 二人密谋起来 打算如此这般把李家女儿抢来抵债 然后再卖到妓院 这样每人可得五十两银子 这一切早被技工看在眼里 记在心中 钱包二人走出茶楼 追上了李家妇女 讨债抢人 逼得妇女走投无路 行人闻声前来围观 只听钱老板指着李老汉恶狠狠地吼道 今天你若还不倾债 就把你这留字割下来给我 这时技工从人群中走出来 他举手施礼说道 阿弥陀佛 钱老板 你就放了他们妇女吧 钱包二人涂财心切 哪有心思听技工唠道 不由分说动手将技工推到一边 这技工只是嬉笑 并不还手 他说 钱老板 把流子卖给你这件事好办 你给多少钱 钱老板量这和尚拿不下流子 故意扬言要出50千钱 包媒婆也得意洋洋的附和说 你拿下来吧 我也要出20千钱 卖菜老汉赶快带女儿逃走 钱 包二人一直追到老汉的家门 钱老板高声嚷道 你们往哪里跑 跑了和尚跑不了四 技工从茅屋出来达道 和尚没有跑 说着拿下流子 钱老板见状大惊失色 那媒婆更早已吓得真魂出鞘 技工请众人作证 这流子一定要卖给钱 包二人 李家姑娘拿起流子送给钱包二人 他们哪里敢要 吓得屁滚尿流而逃 点 钱老板拼命般地跑到一座桥上 技工用破扇一扇 他又退到桥下来 再跑上去 又退了下来 如此几番折腾 累得他只顾喘气 这时钱老板觉得前后左右都有卖来姑娘捧着流子来追 眼睛一花 扑通一声栽到河里 钱老板在水里挣扎 卖菜姑娘把流子扔到河里 流子离钱老板越来越近 技工又用破扇轻轻一扇 那流子牢牢地尝到钱老板的脖子上 恶人得了恶报 钱老板爬上岸来 包媒婆也不敢再跑了 二人连连表示愿意按约付钱 恳请活佛在施法把流子取下来 技工说 取是取不下来了 不过 今后做了好事可以缩小 但是若做坏事则要长大 二人如数付了钱 样样而去 技工转身又来到李老汉家中 拿出银钱让他们还债度日 老汉又请技工为老伴治病 技工说 这病好治 买些吃食就会好了 于是 卖菜姑娘高高兴兴地为母亲买吃食去了 钱包二人在返回的路上 一边走一边背诵技工的教会 只做好事 不做坏事 一路上也做了一些电路不离之类的好事 说也灵验 那流子果然小了一些 走了一阵 钱老板遇到一个欠他银子的小贩 小贩刚要躲避 钱 包二人快步上前说话 表示钱债可以一笔勾销 小贩道谢而去 钱老板在摸脖子上的流子 又小了许多 钱 包二人来到桥头 一眼看到卖菜姑娘在买包子 他们不由恼怒起来 想到这一天大钱没有捞到 又遭如此一番奚落 钱 包二人越思越想怒火越旺 于是 包媒婆破口大骂 钱老板举手要打 气势汹汹直向李家姑娘扑来 钱 包二人刚刚走了几步 刘子登使长得其大 再也不敢逞凶了 这时季公走来 钱 包二人连忙上前请罪 季公指点道 要做好事 不做坏事 二人连连点头称事 众人纷纷拍手称快 encnya文发布 指定 季公指点道 指定 季公指点道 姿rag证剧叶快 行为ую 履似的 厚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